149 南方都市報 全國版6月新增信貸超速探究 部分流入股市6月新增1.28萬億年內次高 居民通過消費泰來進入股市推高短期貸款 2015年7月15日銀行保險C04 陳泳南都制圖 何因1.28萬億 昨日央行發布的2015年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 6月新增信貸遠超預期 普遍預計1.05萬億 僅次於今年1月的1.4708萬億 為年內次高 儘管昨日公布的多個金融數據超預期 不過 中金認為 金融數據反彈但不是反轉 後續貨幣和財政刺激約不能停 貸款數據超過市場預期 但主要環市貴度抹充貸款 居民中長期貸款放兩元約5至6月份房地產成交量上升 但企業融資需求無太大改善 至於短期貸款的增加 招商銀行總行金融報告及分析師流動量對南都記者表示 中長期貸款增速仍不及短期貸款增速 應該與居民通過消費貸款來進入股市有關 貨幣承數回升 M2增速超預期昨日 央行數據顯示 M2增速遠超市場預期 過往數據顯示 今年4月 中國 M2增速增跌至10.1%的歷史較低點 此後續月回升 雖然市場普遍預計 除了央行降息 降準政策效果逐漸顯然 預計未來數如 M2有望回升 但昨日央行數據顯示 截至6月末 M2貨幣供應原額133.34萬億元 同比增長11.8% 增速比上月末高一個百分點 而此前預期11% 因此11.8%仍然超出多數市場分析人士預期 民生固定收益團隊認為 從6月M2數據看 外匯佔款對M2貢獻度不高 反彈的主因是新增人民幣貸款高增長和企業債證融資反彈 信用派生存款加速所致 對此 央行調查統計師師長勝重成表示 M2續月回升於今年以內央行連續持續降準 降息有密切關係 從今年2月份至6月份 貨幣乘數連續四個月上升 2月M2貨幣乘數為4.21 但到了6月份上升到4.62 無論歷史上 幻是和別的國家相比 這都是非常高的勝重成說 同時 降準也增加了銀行體系資金供給 令銀行放貸意願增加 勝重成表示 中國超雅儲比率最近幾個月整體是下降的 從4月份的3.27% 降至6月份的2.51% 說明銀行把錢用出去了 此外 兩行今年以來定向降準 也支持三融、小微等金融博弱環節 其三、降息引渡市場利率下降 刺激了貸款需求 其四、財政存款減少較多 間接增加了一般存款 中長期貸款增速不及短期 而同比增長超預期 錢都到哪去了 從昨日央行公布的數據看 6月末 本外幣貸款餘額94.43萬億元 同比增長12.5% 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88.79萬億元 同比增長13.4% 增速分別比上月活和去年活低0.6個和0.3個百分點 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6.56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多增5,371億元 新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在 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表示 6月貸款新增1.28萬億元 超過預期的1.05萬億元 僅次於今年1月為1.47-08萬億元 為年內次高水平 其中住戶中長期貸款同雲比雙雙上升 政策刺激下居民按揭貸款需求持續好轉 6月商品房銷售有望繼續擴張 居民短期貸款同雲比雅出現回升 有利於消費數據保持平穩增長態勢 企業中長期貸款同雲比均反彈 但是佔比卻創出身低 李慧勇指出 4月份以來 票據融資規模快速上升 6月份佔比已經達到27% 成為佔比最高的融資方式 票據融資和企業短期貸款規模快速擴大 反映出當前經濟下行環境下 企業進行長期資本投資的意願仍較弱 經濟改善的內生動力不足 不過 流動量同時指出 中長期貸款增速仍不及短期貸款增速 應該與居民通過消費貸款來進入股市有關係 顯示貸款結構改善不及總量改善民生固守團隊 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民生股收團隊在點平坑行昨日公布的數據時表示 6月新增人民幣貸款中 居民短期信貸新增1,704億元 可能與部分消費類信貸流入股市有關 居民中長期1,704億元 繼續保持高增長 與房地產銷售持續轉亂對應 非金融公司中長期貸款新增3,176億 一方面因穩增長集中推出 對中長期信貸需求增大 另一方面因保在建工程需求 將過去的期限較短的信貸支援為了中長期信貸 非金融公司短期貸款新增1,858億 票據融資新增3,455億 票據市場量升價別 可能因企業短期保護全對短期限流動性需求增加所致 反彈但不是反轉除了新增人民幣信貸軍創年內次高水平 6月社會融資規模亦創年內次高水平 據央行數據 6月社會融資規模為1.86萬億元 儘管同比減少1,073億元 大年內僅次於1月份的2.0469萬億元 超過預期的1.4萬億元 光大宏觀團隊對此計算得出 社融規模6月出現快速增長 在光大宏觀團隊看來 考慮到地方政府債務支援形成部分社會融資總量轉變為地方政府債 而地方政府債不計入社會融資總量 所以將地方政府債證融資量與社會融資總量加總考慮 今年6月為2.56萬億 較去年2.1萬億大幅增加4543億元 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出現快速攀升 不過 李慧勇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雖然近期經濟出現其穩回升的跡象 但復甦的內生動力較為薄弱 仍然依賴於穩增長政策的托底 中金亦認為 金融數據反彈但不是反轉 貨幣和財政刺激若不能停 貸款數據超過市場預期 但主要環市貴度抹充貸款 票據增量超過3000億 處於歷史高位 居民中長期貸款放2元約5至6月份 房地產成交量上升 但企業融資需求無太大改善 採寫 南都記者陳詠實習生護路下